当然了,即使有这种不确定性存在,只要唐杰还在关注,他就可以通过不断地拨动命运之线来改变这一切。 比如,他不能让极光摇晃直接喜欢月延,但他可以让月延有足够多的表现,这样一来,不需要他的影响,极光也会接受他。 这是命运之道自然的演变,是顺应大道的行为,是他所编织的命运与青云界的大势契合的表现。 在这个过程里,唐杰越来越明白,对命运的影响与操纵也就越来越得心应手。 转眼间,已是二十八年过去,曾经的妖族天才,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妖族公主,当年的懵懂学子也已成了凤山国的英才俊杰。 两年前,月延划行成功,成为一位让无数妖族垂涎的绝世美人。 李延也进阶天心,成为凤山国最出色的后起之秀。 命运的连线,终于让他们有了再次相逢的机会。 东京关,一场大战即将展开。 东京关守将已然换人,老将顾品章已于十年前战死。 五十多年的时光,雄关依旧在铁甲挤人回,曾经熟悉的面孔有许多消失不见。 李延作为凤山国新一代修者的领军人物,出现在东京关的战场上。 与之相对应的,是以妖王白夜为首的四位妖王发起的联合攻击。 作为妖族公主,月延也参加了这场战斗,以妖将的身份。 李延与月延就这样分出两方,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 许多年前的惊鸿一瞥,记忆早已淡忘,即使原刑在线眼前,也未必认得出来。 但是命运,有时是不讲理的。 如果他愿意,就算是尘封三十年的记忆,也可以唤醒。 如果他愿意,就算是两军战场上,也能得到彼此相对的机会。 距离东京关三岸丈高的高空,唐杰轻轻拨了一下手。 这一次他做得就比较过犯了,不再是拨动命运的私嫌, 而是直接在月延和李延之间牵上了一条因果线。 这条线会唤醒他们的记忆,让他们彼此相识,相认,相知,甚至相爱。 如果是对两个完全陌生的天心级修者,唐杰做不到如此潇洒随意。 但是李延与月延从出生起就受到他命运之道的影响,活在他的布置之下。 可以说,他们的性格,他们的习惯,他们的一切都受到唐杰的影响, 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去反抗。 于是,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起来。 一位仁族英杰与一位妖族公主在战场上相遇,展开了一场大战。 混乱之中,他们先后离开战场,越站越远, 并最后逗到双方筋疲力竭,并无意中困在了某个险地。 也就是在这时,他们相互认出了对方, 他们开始化解干戈,并一起为脱离险境而努力。 在这个过程中,李延展现出他的睿智, 月延展现出他的聪慧, 他们被互相吸引着,感情突飞猛进。 终于,在一个激情四射的夜晚, 一切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 幽冷黑暗的地底世界, 两个相互拥抱取暖的人发生了超出种族的友谊与关系。 到了这一步, 唐杰知道自己的实验已经完成, 只差最后一步。 他倾台一直道, 你,李延,身为人类,却练上妖族, 内心痛苦不堪。 不过正是这痛苦让你激励, 使你奋发, 并终有一天成为人道至尊, 为捍卫人类生存而奋战。 接着,再谈一旨, 你,月延,身为妖族, 却练上人类, 罪不可恕, 终你一生, 都为人类与妖族的和平共处而奴隶。 随着这话, 两点光芒顺着命运的丝线飞入地底, 没入李延与月延的体内。 这是唐杰为他们种下的最后一道念头。 此刻, 念头契合他们的内心, 符合他们的现状, 所以不会受到任何抵触。 但在这个过程中, 唐杰已经完成了对一人一妖, 两个天才思维上的重要影响。 如果有一天, 他们真的能够成长起来, 那么唐杰植入他们心中的信念, 就会发挥作用, 并用自己的行动深刻地影响整个青云界, 甚至有可能改变青云界, 未来的格局。 但唐杰并不能确定这一点, 因为在此之后, 他不会再以命运道影响他们。 李延和月延将会脱离唐杰的影响, 真正地拥有自己的人生。 他们也许会死去, 也许会遭遇其他的磨难, 而没有唐杰相助。 也可能因为缺乏持续力量的影响, 而逐渐淡忘唐杰深植入他们心中的信念。 没有人再知道他们的未来, 唐杰只知道自己已经撒下了种子, 两颗关乎到人族未来兴亡的种子。 但到底是否会成长, 就由这个世界自己的命运去决定吧。 唐杰留下的命运之种, 最终会被童话相互影响, 青云界的命运, 也终究由青云界自己决定。 如果你不想得到一个叛逆的孩子, 那么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, 这是最好的, 人不会逆天的做法。 唐杰微笑着自语道, 黑暗的地理世界再次传来少而不义的呢喃, 唐杰没有再关注, 转身离去, 再次踏上征程。 从李延与月延的人生中离去, 唐杰依然不想回去, 就像一只不知疲惫的鸟儿, 在感到眷乏之前, 不会停止煽动翅膀。 唐杰再次踏上征程。 俨然间, 他感到自己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做完。 不过, 这感觉就像冥冥中不可触摸的一条线, 唐杰自己也看不到尽头所指的方向。 他只能就这么走啊走, 在漫漫长路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点光明。 这一天, 唐杰走着走着, 眼前出现一片熟悉的风景。 远处的田野上, 一些农家正在打理田地里的庄稼, 金风宋爽掀起麦浪阵阵, 到乡村, 自己竟然在无意中又回到了曾经的起点。 时隔六十多年, 村庄依旧, 物是人非。 即使是当年的垂济小童, 如今也变成了冒蝶老者。 至于, 唐杰更是早已没有印象。 站在田边, 唐杰看着忙碌的农人, 回想起曾经与道乡村的这番机缘, 亦不免有些唏嘘感慨。 他正想着愣神呢, 那边的农人却看到他, 一位农人大声道, 远方的游人若是渴了, 我们这边有水啊。 乡民的豪爽, 质朴, 让唐杰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, 他说道, 是, 有些渴了。 他走过去, 接过那乡民的茶水, 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 客人是从哪来啊, 要到哪去啊? 一位老农笑嘻嘻地问。 周游四海, 居无定所, 唐杰随口道。 那怎么生活呀? 有些手艺, 偶尔也会帮人做些小工。 唐杰的目光, 落在那农人手中的木梨上。 这个时代, 农家使用的梨具, 大多还是木制的, 样式也比较简单。 那一刻看着这木梨, 唐杰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,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。 我可以帮你们做把心理。 他说, 三天后, 唐杰为道乡村打造出了第一把铁制取缘梨。 相比农人过去使用的木梨, 铁梨更加结实耐用, 用起来也更省力, 大受欢迎。 很快, 唐杰就为道乡村做出了一堆的心梨, 以他的能力, 这实在不是什么难事。 道乡村用不了这么多梨, 不过没关系, 他们可以把它卖出去, 让更多的人使用它。 人生在世, 不能只为自己啊。 当能力达到时, 一当济世救人。 从这天开始, 唐杰就正式地在道乡村住下。 他努力回忆, 曾经年代里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, 那些曾经的知识大多已经遗忘, 但这不妨碍他用自己的方式去研究它, 重现它。 对一个修者而言, 这实在没有任何难度, 只不过以前从未有人如此做过。 此外, 有些发明也并不需要全新的创造, 只要加以改良, 让其变得轻便耐用, 就是一种贡献。 更好的梨, 更好的水车, 更结实的锄头, 更好的车轴, 偶尔也会发明些如弹簧之类的实用小物件。 这些发明, 都是建立在现有基础上的, 没有任何超越时代的发明。 更复杂的, 老实说它也做不到, 但正因此, 它更易为人们所接受。 随着大量这类轻便工具的普及, 人们的劳动强度则是大大降低。 这些发明, 最终会随着道乡村的运用, 逐渐推广到整个青云界, 看似不起眼, 却将对整个青云界造成巨大的影响。 这些影响, 从现实层面或许看不出来, 但是从命运之网上, 却能看出波澜。 就像是一只飞蛾撞在网上, 带起那一片震动。 这就是唐杰做的, 只是这次, 他不再是以局外人的方式拨弄命运, 而是以网中人的身份来影响这一切。 在这个过程里, 唐杰静静地观察着, 不再是观察别人, 而是观察自己, 观察自己所做的一切, 对这世界的命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, 以及对自己的影响。 当然了, 这一切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, 才能逐步显现。 现在, 他每天主要做的事, 就是为道乡村的村民修理农具, 再制造一些新的农具, 用来贩卖, 数量不会太多。 唐铁静, 如今已是村子里最受器重的人, 名气甚至已经传到了城里, 也曾有人想请唐铁匠过去, 被拒绝后, 却也没敢过来用墙。 曾经的昌平府, 蝴蝶案, 虽然已经过了六十年, 对凡人祸以久远, 对许多修者而言, 却依然是恍若昨日。 道乡村这个名字, 也因此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禁忌, 闲暇的时候, 唐杰便在自己住的屋子里种种花, 羊羊草, 与许妙然依依他们说说话。 依依已经是越来越有女王范儿了, 唐杰不在的日子里, 整个银眼妖精, 都是这位银眼之妹在掌管。 五十多年的治理国政, 一一经历了欺骗, 背叛, 出卖, 甚至反叛等种种险恶。 最危险的一次, 一位妖王直接举兵杀到皇宫, 那也是唯一的一次。 唐杰出手, 镇压叛乱, 只是一掌石破天惊, 让所有蠢蠢欲动的心, 再度老实下来。 而在经历过这许多之后, 一一的性情也渐渐成熟。 至于许妙然那边, 事情就更简单了。 桑红梅事件之后, 天涯海阁没有在仕途就此事为难许妙然, 就是玲珑天尊, 据说也没什么表态。 不过传闻在私下里, 玲珑天尊极为恼怒, 甚至砸了他心爱的七宝叶。 只是这恼怒, 到底是为唐杰杀了他徒弟, 还是他徒弟最后辜负他的希望, 达成协议, 相当于半出卖, 就不得而知了。 北苍涵蔡军阳等人, 也没有因此就回到喜悦派, 他们与许妙然签的本身就是长约, 服务的也是整个通财社, 而不是此一件事。 最后, 最重要的是, 继续保护许妙然, 增强通财社的实力, 对大家都好。 按照唐杰的嘱托, 许妙然将从两界贸易, 得到相当部分资源分给大家, 帮大家稳步提升实力。 而喜悦派十三天英, 也作为通财社的主力, 为许妙然建立自己的势力, 打下了基础。 唯一例外的就是蔡军阳, 唐杰的表现让蔡军阳大受挫折, 虽然是好朋友, 但心高气傲的蔡军阳, 却不甘心就这么被唐杰押住, 至少不能被压制得这么狠, 所以依旧坚持自己的道路, 不断出外闯大, 只在许妙然需要的时候, 才回来帮一下忙, 实力也是因此突飞猛计。 在天涯海阁, 以许妙然为代表的后辈, 正在成为未来之星冉冉升起。 近几十年天涯书院出现的天才后辈, 有近三分之一加入了通财社, 实力精进惊人。 罗安博、北苍涵等人, 更是纷纷突破, 晋升心魔。 唯一没突破的是唐杰的分身。 游历的这些年, 虽然行动的都是本体, 但分身的心神意在受到影响。 改变命运的过程, 也是改变自身的过程。 伴随着一路游历, 唐杰发现, 自己身上有许许多多潜藏的问题。 曾经以为自己打下的基础已经够好了, 但是过快的提升速度, 其实还是带来了许多的隐患。 这些隐患现在还不稀儿, 但是在将来, 却可能成为大麻烦。 杏德有了此番游历, 才终于让他发现了自身的问题, 并且一一调解, 解决, 开始弥补曾经高歌猛进带来的副作用。 转眼间, 十年过去, 唐杰发明的新农具已经走出了昌平府, 开始在半个凤山国内传播。 命运的大王再一次被触动, 命运之王笼罩下的无数点, 开始与唐杰发生关系, 就因为那些农具。 命运是因果的延伸, 因果是线, 命运是网。 当青云界的无数百姓, 使用起唐杰发明的农具, 并感受到其中的便利时, 他们就与唐杰产生了因果。 这些因果关系并不强, 但当无数人与唐杰产生因果时, 这张由因果线支撑的命运之网, 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亮点, 就像是命运之网的核心, 成为被命运纠缠之人。 这一次, 命运纠缠的力量非常的强, 因为它是由无数因果线组成的, 即便以唐杰误道命运的能力, 也无法轻易扯开, 就好像你能扯开粘在身上的一根蛛丝, 却很难清理掉粘在身上的大片珠网, 体现在命运之网上, 这种力量则更加恐怖。 这让唐杰明白了一件事, 单一的命运之线或许力量不够, 但命运的力量却是可以无限叠加的, 是可以通过量变产生质变的, 同时这也解释了什么叫大气运之人。 这也解释了什么呢? 感谢观看